而在地球的另一端 饱受热浪吹息的美国凤凰城 气温连续19天 超过适时43度 打破将近半世纪以来 持续最多天的高温记录 那整个城市就像一个炙热的烤箱 而且气象局预计 超过43度的高温天气 还会持续至少5天 如果在酒店银行外 它是同样的感觉 如果在酒店银行或什么 你开门的烤箱 它会被打开你眼睛 有没有很多信息 这些气准备到 所以在这些五到七天 我们一定会在温暖的温暖 也会在高温暖的高温暖 那会在高温暖的高温暖 从115到120度 所以我们继续看到那些气继续 凤凰城上一次持续多天气温超过43度 是在1974年6月 如今不止打破了当年的连续18天高温 还有可能一再破纪录 美国气象局凤凰城分局的气象学家指出 这股热浪不断地往四面八方扩散 包括加利福尼亚、德克萨斯 以及佛罗里达南部都出现逆常高温天气